近日,关于鲍贝尔婚礼大闹伴娘柳云的事情再次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在鲍贝尔妻子鲍文静参与的一档真人秀节目中 一次与易能静的沟通,无意间谈到了当时这件大闹伴娘的事 鲍文静称,就是我们结婚那个事情,贝尔确实有点脆弱 她表示,这件事情到现在,鲍贝尔仍然难以释怀 这让一旁的易能静赶紧来安慰,并说道 30年前黑我的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并表示她理解鲍贝尔的心情 原本因属于两个人的美好回忆,被舆论转移 她也会感到遗憾的 这段信息量颇大的对话,迅速引来网友关注 不少网友都感叹,易能静有颗强大的小心脏 并给鲍文静的直率点赞 土豆舆论,一切都过去了,整理报道